郭家麒議員 五分鐘 各位主席 局長你貴為教育局長 你都很熟悉《基本法》 《基本法》二十七條是說什麼 二十七條 主席 二十七條如果你答不到我答給你聽 是維護言論自由 這個是香港所有公民的權利 但你由上任到現在不斷做的工作 就是做思想檢查 政治檢查 答覆編號四十 在去年六月到現在 你是向十三個老師 作出口頭的提示 九個就勸儒信 其中提到是有失德的行為 你在大陸一個叫上官新聞說 你一定要做一些查一些老師 如果校長不合作 校長也要解僱 其實你官威都很大 什麼時候出來做教師做校長 要政治審查 是不是將來出來教書的人 要經過一個叫做洋語錄 或者拿一個習近平語錄 做完所有的審查 符合你那個政治的審查的需要 才可以出來教書 在去年六月到現在 如果你說反對這個送中條例的 就要被你查的 你知道這個送中條例 令到香港天怒人怨 有很多人因此而浪當入獄 社會撕裂 是不是支持這個送中條例的那些 就沒有傷害香港 為什麼你做教育局長 會做出這件事 怎麼會令到下一代明白 什麼叫做自由 什麼叫做言論自由 什麼是一個獨立的思考 是不是要全部好像文革那樣 去做思想教育 如果跟著老頭說什麼 比如七七七林鄭要說的話 或者習主席要說的話 就要列為無論老師 校長都必定要跟隨的指導思想 你回答 主席我們教育的目標 是希望訓練到我們的學生 是有一個獨立的思想 能夠分辨得出譬如正華議員 說的話 當中有一些謬誤的地方 都能夠指導出來 我哪一點是謬誤的 譬如我們教育局一直以來 都是以維護學生的利益 長遠的發展 那個教師在自己面書那裡寫出的主張 是怎樣令到學生沒有獨立的思考 是怎樣讓你去整治 你給局長回答 不是我問他 他說我有問題 我要問清楚 你給一些事辦人公道一點 做人 局長請繼續 你又來這個 陳健波 郭嘉琪你不要在這裏騷擾 騷擾紫麻主席 主席只是支持會議 是應該要做就要做 不可以因為怕你大聲又惡又惡 我就不讓你胡作妄為 是不可以的 你明白嗎 局長請繼續 我們一直以來 我們在答案裏面都說得很清楚 我們是說教師發表一些仇恨 不適當的言論 我們不是說他反對政府 我們就不給 這個正如國議員所說 他對時事的看法 教師可以有自己的看法 但在發表言論的時候 如果是純粹一些仇恨的言論 一些作咒的言論 我們怎樣可以信心 覺得他可以把我們的下一代教得好 好了 局長 我要你停一停 因為我時間不多 即是說教師發表的言論 在你的心目中如果有仇恨 或者剛才你聲稱的是不當的言論 你就要受到你的譴責 不如以後那些教師 所有發表的言論之前 要不要讓你審查一下 覺得是沒有仇恨 你所稱的仇恨 你所稱的所有不當的思想行為 才可以發表 否則他一定會讓你秋後算帳要整治 甚至要炒魷魚 第一主席 處理教師失當行為 不是由我做的 是由我一班專業的同事做的 那為何你會出聲 為何要炒魷魚 是你出聲的 你上官新聞說 如果校長不合國要炒魷魚 取消他的資格 主席 這樣很難去說 我想整件事去解釋出來 而郭議員就這樣 在中間插下去 我不知道怎樣說下去 我只是想說 所以教育會做好些 大家會互相尊重 社會就好 現在就沒有了這件事 我也希望是這樣 但是我想說 我出來說話 不只是代表我自己 我也代表整個教育局 我是說整個教育的制度裏面 教師如果有一些失的 我們要怎樣處理 學校校長應該怎樣去處理一些事 不只是說我個人的看法 好 下一位田北辰議員 五分鐘 謝謝主席 局長 我有四條問題 第四條可能要很久 不如搞定第三條 頭三條 昨天第二輪抗疫基金 補習社 終於發放了 第一次補習社 不知道原因不算 第二次計 你這次計不算 這些私人教育機構 什麼興趣班 武道班 語文班 或者playgroup 如果不是 是不是要等第三輪 才再計算呢 第二 你剛剛回答DSE考生 我就不想你重複 那就是4月24 現在剩下兩個星期 你會不會都告訴全世界 我有一個 date 4月21 22 有沒有一個 date 是point of no return 你一定會公佈 24 是不是呢 就是你24 考不考沒有人知道 那你可不可以告訴別人 你那個drop that date 是什麼時候 那別人都知道 那如果你說23 ok 那都是啦 那就繼續盼望 ok 那第三 就是我很關心 你知道自從幼稚園 公營化了之後 其實也有很多幼稚園 另外收費 因為他請教師 質素各方面不同 那現在很多是退學潮 那現在有兩間呢 就已經結業了 那我所聽到呢 很多呢 都覺得搞不定 因為如果家長繼續退學 他沒有學費 他那班先生啊 要開支啊 那他又不想轉了 做一間 就是 不同層次的學校 那裏你掌握 到底有幾多間學校啊 就是我們幼稚園呢 是真的如果那些家長退學 他真的受影響 記不住 那你們會準備怎樣 去面對這個情況 那第四個問題呢 我就 其實 我根本就擔心而已 我也不知道 就是有什麼人可以做到什麼 沙士就停學51日 今次呢 我也沒眼看 是80還是100 還是我不知道幾天 那沙士我們學到什麼 關於公衛一廷學 不同的學校 怎樣追回一些進度 你們有沒有掌握 掌握了有沒有這一次 跟那些學校分享 是不是每間學校都這麼聰明 透過Zoom 可以追得回一些進度 又或者不行的話 他將來追不追得回 就是我想知道教育局 對於 就是 我們一個 傳統的學習的模式 變成了做Home School 一段長時期 到底 政府 可以做到什麼 幫到不同 水平的學校 在這一類的教育方式 是不是真的有能力 追得回呢 如果不是幾年之後 DSE看到 那就太遲了 四個問題 主席 主席四個問題 我盡量很快回答 第一個就是關於 興趣班那些 因為他們不是一些 註冊的學校 所以在我們的 教育系統之下 我們很難特別去照顧 我們看他 就是跟其他 在社會裏面 提供很多不同的社會服務 是一致地去看的 另外 文憑市 我都很想 我自己都很想 因為我亦都理解 學生受很大的壓力 我都很想 去告訴他們 一定 哪一日一定 說了之後 就一定去考 但是我現在說 你叫我今天說 或者明天說 我都還在說 我們以4月24日 作為我們考試的日子 但是實際一點說 我一定要去到 如果到時真的發生一些事情 是令我們覺得考不到 我就只可以說 我盡快出來去說 但是到今天為止 如果這幾天的情況 一路一路是比較好 我仍然是有信心 4月24號校 因為在市場裏面 我們的市場設計 我們的安排 我們都有信心 在裡面是安全 但是始終你坐車 出去街上走 你是令到那些學生 是多了一些風險 但是我們這個一定會 一路一路看下去 我們盡量給學生多些資訊 讓他們安心 但是我很難去 就著一個 控制不到的疫情 去今天去說定 什麼時候一定行 或者不行 在幼稚園那裡 我們暫時知道 有四間的幼稚園 可能在未來 明年會結業 過往每一年 都有六、七間的幼稚園 有可能有結業的情況 暫時未看到很嚴重 但是我們完全知道 幼稚園在這段時間 整個社會 其實在這段時間 都是因為疫情 受著很多不同的影響 有很多不同的困難 這個我們整體會繼續去考慮 那如果結業那些 你們會不會考慮幫忙 或者結業就不用幫忙 我們會整體考慮 譬如昨天看回整個支援的措施 譬如雇主的支援也有 最後一個問題 我們會想一下 經過這次這件事之後 對整個教育 不是這次 沙士毅一天停 有些什麼得著 這一次可以應付到 其實這次和上次都有 因為經過十幾年 在電子教學上的進度 其實這次是多了空間 讓我們去做 我們經常都說 在電子教學裡面 一定不能完全取代到 在課堂裡面的教學 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也是一個方法 同時電子教學不是唯一的方法 我們知道有些學校 譬如都會送一些文件 或者送一些閱讀的題目 或者一些練習去學生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學校都在做 這個我們會繼續去做 我的意思是學校追回進度 你是完全是學校自主 還是你會有些事情幫他們 不同的學校追回進度 我們看教育 主席不好意思 浪費多一點時間 我們看那個教育 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看的 我們不是 我們很多時候是說 初小高小初中高中 有幾年的時間 當然 例如小五中五的會緊張些 因為接下來可能會有一個轉變 但是在其他 其實是可以有 將來是可以 有很多方法去追回 好